彈性非常恰恰 啊 神經病 不行了 我要剪掉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怎樣選擇女生的內褲 很多的女生同類一樣 很喜歡去一些大型的連鎖店去買內褲 貪他們的款式又多又漂亮又抵 有沒有想過其實他們的內褲 是不可以滿足我們的需求的呢? 我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想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女生買內褲的時候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除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內褲之外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台灣的一個網站買的內褲 他們的內褲又舒服又便宜又好穿 又便宜又好穿 純粹是分享來的 大家就不需要太認真去對待 事不宜遲我們開始 第一樣要考慮的就是質地 質地來說 當然是100%純粹的內褲是最好的 純粹的內褲除了透氣和舒適之外 對於陰道健康來說 它也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其他製造底褲的物料 例如人造纖維 或者一些絲質 或者一些雷屎 等等的人造物料 都會比較不透氣 穿起來便容易刺激你的皮膚 從而引起一些陰部的炎症 挑選內褲的時候 最好還是選擇面積的內褲 第二樣選內褲的時候 需要留意的是 選的內褲的顏色 很多人都會忽略這件事 正如剛才提及 透氣是選內褲最重要的原則 其實顏色也會影響內褲的透氣度 所以我們也要好好去留意 首先 越深色的布料 就用了越多的染料 同時表示它有很多化學劑 容易引起過敏 造成陰部的不適 所以我們就要避免選擇一些深色的內褲 但不要以為我選擇白色實無死 一定不是這樣的 白色的內褲也有可能 放了很多漂白劑 都很容易引起很多不同的苦科疾病 炎症和過敏 所以很多不同的專家都會建議 大家選擇一些比較淺色的內褲 譬如玉色或者淺粉紅色 因為那些顏色相對而言 會用少一點的染料 當然如果你想最安全的話 就是選擇一些沒有經過任何漂染的內褲 第三樣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款式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選擇最基本的三角內褲 又或者一些平腳內褲 但有些人也會選擇一些T bag的內褲 其實前兩樣都沒有問題 只要包著屁股的話 其實就OK 但為什麼說T bag的內褲不是那麼好呢 其實就是因為T bag本身後面只有一條線 那條線就會放在你的臀部 容易黏在肝門上的細裙 導致你本來有陰道嚴症的話 都會加重你的症狀 所以最好就不要選擇T bag 作為你的內褲 說真的T bag也不舒服 放在臀部 我不覺得有多舒服 其實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會穿T bag 有沒有人會穿T bag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它舒服的點在哪裡 第四樣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尺寸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忽略這個尺寸的重要性 其實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選擇一個太緊的內褲的時候 除了你會勒著不舒服之外 也會容易滋生細菌 也會引起很多不同的陰道嚴症 如果相反你選擇的內褲是太鬆的話 也會增加了內褲和皮膚之間的摩擦 也會增加了你患尿道嚴的風險 所以大家選擇內褲的時候 記得去留意選擇的尺寸是否適合你自己 那教完大家怎樣選擇內褲之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一個台灣網站買的內褲 它們的款式都非常便宜 而且非常漂亮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們大部份的內褲都是用臉去做的 就會沒那麼容易引起陰道的一些嚴症 那這個牌子就叫做 我不知道是否敢讀 我之後會放他們的link在下面info box 那裡 我沒記錯的話 它一條內褲最便宜的 就99元台幣就有交易的了 大約就是25-26元港幣左右 其實也算是一個非常划算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也可以上去看看 沒記錯的話 它買滿2-300元的價錢就有送貨 所以我一次過都會買幾條的 沒記錯的話 全部都是99元台幣就有交易的了 其實也算是非常划算的 大家可以一次過買10條左右 就抽夠數免運費送來香港的了 所以也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因為我都買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不確定我現在展示給大家的款式 現在還有沒有得買 不過我相信 因為他們的網上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一定有適合你們的口味 我就不會逐條逐條的樣子出來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覺得有點害羞 有點尷尬 第一條就是一個綿的內褲 加邊邊有些蕾子 它是一個非常淺的肉色 會比較透氣 也沒什麼特別 第二條就是有點特別的 它是一條綠綠色的內褲 加一些白色的花紋 也是偏淺色的 我最喜歡這類型的內褲 它是彈性很好 彈性非常之好 瘋了 不行了 它的彈性非常之好 對 我極其量做了 對 好 之後就是這個款式 它會比較濕 然後這個款式 有96%的綿 它會顏色豐富一點 然後第四條 也是這些很漂亮的花紋 我也不會說 很舒服 而且很好穿的 我之前買過 所以我知道很好穿 想跟大家推介一下 就是這樣 最後一條 就是一個紫色的內褲 簡單跟大家show 我這幾條內褲 咦? 分享完內褲 你猜就完了? 不是 其實還有幾件事想提提大家 最後除了想教大家怎樣選底褲之外 也有幾件事想提提大家 就是內褲這件事 其實是有周期的 最多其實用三個月 其實已經是maximum 你洗得多乾淨也好 其實底褲或多或少 都會沾上不同程度的細菌 還有一些糞便 所以其實每三個月就要換一次內褲 第二 如果有很多女生有用護墊的話 其實最好三至四個小時 就要換一次去確保衛生 其實最好是不要用 因為你加了一層護墊 其實也會影響到透氣度的問題 也會容易引起一些陰道的炎症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護墊的話 就記得換密一點 第三樣就是去toilet的時候的問題 因為很多女生去toilet不帶自己的紙巾 其實是不好的 在toilet的時候 記得用自己的tissue 因為外面的tissue 其實會沾有很多不同的細菌 可能上一手洗完池 沒有蓋蓋的時候 那些紙巾也會沾上細菌 就變得很不衛生 而且很容易引起陰道的疾病 那就記得自己出去的時候 記得帶自己的tissue 去保障自己的陰道健康 除此之外 去完toilet抹的時候 也要特別留意 很多女生都是抹一下抹完就算了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要確保印乾了尿 才可以穿上褲子 因為如果你印不乾尿的話 很容易引起尿道炎 如果你平時沒有留意這些小事汗的話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今天這條影片 去令你注意陰道健康 那我這次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幫我like一like這條影片 follow我IG和facebook 再subscribe這個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bye 我們下條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